慧能大肆开悟 最后一句话说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没有想到自信 能信宇宙 能信万有 那么换句话说 整个宇宙一切万法 跟无什么关系 一体 一个自信变现出来 谁的自信 自己的自信 我们跟祝福菩萨 同一个自信 我们跟 魔鬼地狱 也是同一个自信 那自信 首先的万法 是全宇宙 是法界 一真 壮严 一体 只有大臣经上 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讲得透彻 那我们学大臣教的人 对这种事情 不是不知道 今 你读过 也许 你也讲过 问题出在哪里 你没有融入 你还是把这个身 当作自己 跟一切法对立了 错了 怎么修福 你看经教的宿舍的 入佛门 佛门入不进去 入佛门 有个条件 那就是说 五种建核 要放下 你就入门了 这五样东西 是你入门的障碍 只要你有 你决定 入不进去 那真正入门 才是佛的修身 没入门 我们叫做 专营修身 他不是真实的 他是准备 要进来的 还没进来 章岸没出调 第一个障碍 神剑 职者身生活 这个想法 这个看法 错误的 神不是我 剑也不是我 是神母 像衣服一样 我所有的 它不是母 这是我的衣服 脏了 换一件 一切众生 在六道里头 不知道 神 不胜活 不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知道这个事情 神不胜活 生死就自在了 没那么痛苦了 生死的痛苦 从哪来的 执着一个母 我要死了 这样多悲哀啊 海鲜和尚知道 神不是我 所以走得很潇洒 说走就走了 一丝毫障障碍 他没有 他到极乐世界 去换一个 无量寿的神 那个神是不是他呢 还不是 真正是 我是什么呢 我是自信 对万法 叫法性 对有情众生 叫自信 法性 给自信 是一个心 两个名称 一回四千 这个要懂 要真正搞清楚 那所以 为我 就是为这个家的 错了 那就在高六大轮回 我们要转过来 我不为这个家神 我要为法性 法性在哪里 一切法 跟我是一体 一切法 叫法性 有这个认识 菩提心 自然法出来 不法 他也出来了 菩提心 出来了 菩提心里头 有大慈大悲 也就是 世间人 所说的 爱心 慈悲 讲得细 讲得圆满 爱 很龙头 一般人 产生误会 所以佛 不说爱 说慈悲 慈 是 娱乐之心 我要帮助众生 得乐 悲呢 是利苦 帮助众生 利苦的乐 帮助人 从哪里 帮助起 佛法 常讲的 我们早晨做功库 早库晚库 都回响 给我们 立即 愿亲 你看看 愿摆在亲的前面 这是佛的伟大处 苦啊 先照顾谁 先照顾愿的 然后再照顾亲 那为什么 愿比亲更苦啊 愿是苦难的人 佛菩萨愿 先照顾他 他排在地上 有限 我们要知道 去 祝福菩萨 阿罗汉 讲到最下面 是佛汉 出兴慰的菩萨 他们这一点 都做到了 那优先的身世 他们很清楚 那虽然他们 没有菩萨那么积极 他做的没错 是说佛 头一个 要把身体放下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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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